您和泰森或者梅威瑟去较量您的正算很大吗 起码不会输 这个大事不简单总结了一套击败泰森的理论 结果上了一台早与TKO被打得鼻血横流 简单介绍一下主角 这位是太极古师傅 关于古师傅的言论 近些天在网上引起小范围的热议 源自古师傅围绕着打败泰森 一口气出了十条视频 泰森不是一拳九百磅吗 但是在内加拳面前会得到限制 就像在水里打拳一样 三百磅都打不出来 幸亏泰森不懂中文 不知道有这么多大事要干他 起码不会输 不光有自己的理论 近期古师傅还真去擂台上打了一场 十万元奖金 赛签协议 护具 该有的一应俱有 对手是一位比他年轻 体重也轻的拳击爱好者 江先生 比赛一回合三分钟 按照拳击规则 古师傅还是停猛 率先进攻 左右开弓 一通直拳 给对手一个下马威 古师傅右拳顶着对手头部 控制距离 起到一些效果 可随后江先生近身护换左右轮摆 后手一拳迎击直击古师傅的脑门 古师傅倒地 迎来一次毒秒 比赛继续 江先生贴身进攻 左右轮摆 击打古师傅的腹部 古师傅马施前提 起身后的古师傅脚底发软 体力下降 动作大开大合 江先生攻势不减 轻松抓住古师傅的头部 能扛这么多拳也挺出人意料的 在又被一记后手塞中面门后 古师傅被第二次毒秒 这一次古师傅休息的时间更长 可恢复后还是那么刚 勇气可加 对手也明显收力 无奈古师傅几乎已经毫无防守之力 一个回合三次击倒 裁判白手 终止了比赛 第一回合眼看马上要结束了 古师傅也是头铁 还想再坚持一下 结果就是又多挨了几拳 最后才心有不甘的退出比赛 赛后古师傅还是挺坦然 表示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找借口 但是会坚持自己的理念 古师傅说 他花了30年的时间 研究把太极实战化 说自己还会继续打实战 第二场 第三场 第四场 总会用太极的技术打败拳击 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什么好解释 但是它不影响 我对我的理念的坚持 我坚信最后我一定会打败拳击 用太极的技术 古师傅勇气可嘉 也得注意身体啊 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